不過呢講到這個悲劇 我們要來看一下這個韓國離泰院的這個踩踏悲劇之後 現在韓國官方要開始追查這個責任的源頭 但是呢講到這個萬聖節的活動 其實台灣的這個普渡呢 也跟這個萬聖節有點類似 但台灣有點很不一樣 就請教這個學委 台灣的這個普渡現場是要請來大事業作證的呢 現在韓國離泰院的不幸踩踏事件 造成156個人死亡 對不對 現在慢慢慢慢 後續很多故事都出來 有包括感人的有讓人氣憤的 為什麼現在韓國南韓總統 那個林錫悅有沒有 他現在知道一個消息 就是說其實在事發前四個小時 已經有十一通電話 就開始在求助了 你知道嗎 就告訴你現在人很多 其實在這種危險地方 在一平方公尺裡面 如果四個六個人的時候 那就已經很危險 後來他們發現說 事發的時候是一平方公尺裡面 佔了十六個人 十六個人 你說那個人已經說擠到不能動了 所以說現在到底是什麼原因 為什麼你求助電話你都不處理 而且現在還有人傳出來說現場是有很多人在那邊鼓噪 在那邊推擠 故意的 所以他們現在震怒 飲食院震怒 要下去 把它查明清楚 而且很多南韓的那個網民也開始在露搜 到底現場有哪些人在那邊作怪 好那我們講說現在這個是很令人氣氛的事情 也有很感人的事情 包括一對護理師的那個姐妹有沒有 他竟然在那個事發之後 他自己好不容易逃出來 對不對 他竟然幫五十個人做CPR 做了三個半小時 對不對 真的你做看看 那CPR你做三個半小時 甚至還有一個十七歲的高中生 對不對 知道發生事情之後 他東西一丟就跑到現場去幫忙做 做了從十點做到隔天凌晨的三點 那可是很不幸 他們做這些PCR對不對 像這一對護理師姐妹花有沒有 把三個人有沒有救回來 恢復心跳 那可是兩個人是恢復意識 可是最後其他人 你看他做了那麼多個人 全部都往生 對對對 還有這個圓警有沒有 這個圓警你知道嗎 他在很危急的情況之下 就站在現場就告訴人家說 阿扁不要再來 你看你看聽那個 內丘桑有沒有 沒有人理他呀 對啊 因為說實在 他至少擋在這個地方的話 他全身濕透了 而且都喊到聲勢力竭有沒有 後來他實在是很多人 他現場音樂又很大聲 他沒辦法 他竟然用球的 而且爬到旁邊的那個圍牆上面 用大聲喊 希望人家就阻止了 所有的那個你看 那個是至少很多民眾有沒有 聽到他站在那個地方的話 速度就停下來了嘛 就不會再湧進去之後 這個不幸就不會再繼續發生 那我一直講說 其實外國人 因為娛樂化跟商業化 把這個萬聖節 這個鬼節 做成一個很娛樂歡愉樂 可是我說實在 你現場要是沒有很多的 的配套措施 對處理措施的話 說真的 這個邪靈跟什麼的話 可能又出現一些事情 你看臺灣也有 中元季的時候 對不對 我們那個中元季不是有普渡嗎 有很多人 那我們有什麼東西 跳鐘魁 對不對 還有那個大士爺 對不對 而且現場還有法師會在那邊施法 或幹什麼 你看最有名的就是嘉義民雄 這個這個大士爺 這個嘉義民雄 這個大士爺 你知道嘉義民雄有三寶 你知道嗎 就大士爺 還有民雄鬼屋 另外一個就是柳向寺 那個柳向寺 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個大士爺 多麼多麼的有名 你知道嗎 好那嘉義民雄 為什麼大士爺有名 其實這是因為那個傳說非常多 其實以前早期的話 嘉義民雄這個普渡是分三次普渡的 七月一號到三號是頂階普渡 那接下來的話 七月二十一到二十三的話 是下階普渡 那七月底的話 二十九三十的話是怎樣 小孩子破 就是因為有很多小孩子 不幸往生嘛 對不對 那也要弄一些玩具 什麼東西 讓小孩子也可以在補兜 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介紹一下這個民雄 嘉義民雄的那個大士爺的傳說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大士爺 很多很多的傳說就是說 一開始就是因為 在那個什麼清朝 那個什麼乾隆年間有沒有 他們就常常講說 民雄這個地方 只要到農曆七月一號開始的話 那天下午太陽一落山 哇那民雄街道上所有的地區 就聽到鬼哭神嚎 你知道陰風殘殘 所以那時候民雄很多人都不敢出門 走到死了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有什麼什麼事情很恐怖 後來人家在講說不是啦 這個不是因爲什麼鬼什麼東西 是因爲之前發生過什麼權張瀉鬥 那死了很多人都沒出力嘛 而且那個在從康熙年間的話 台灣那時候就很多瘟疫傳說 死很多人 這些人都沒有得到好好的一些處理的時候 所以他們民眾就覺得說 是不是應該要想個辦法來處理一下 哪知道他想著想著 突然間有一天在街道上出現一個 你知道嗎 身高一丈 而且你看這個大事也真的難看見了 很難看對不對 青面獠牙對不對 還手拿那個令旗 四方令旗的 而且身穿紅色衣服 還有金色盔甲的有沒有 這個突然間這個長得很醜的 這個這個神明出來的時候 你知道現場的那個什麼鬼哭神豪 馬上就不見了 所以人家講說我這麼厲害 以後就照著這個形象 有沒有 每年就用那個紙紮紙糊 弄一個大事也的像 有沒有就在這邊建埔 只要每年那個埔渡的時候 我就卡在現場 那個叫建埔 我監督你所有的那個鬼怪 有沒有 就不能在那邊作怪嘛 所以後來之後 等到埔渡完三天埔渡完之後 我就把這個大事也連同土地公 什麼東西的神像一起燒掉 化掉 他就是把那個好兄弟全部帶走 不要留在地 世間在圍亂 那另外還有很多的傳說 包括說之前說嘉慶軍由台灣 當然嘉慶軍是沒有來過台灣 那可是他們也用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傳說來告訴 加強那個什麼大事也的一個正當性 因為以前一定要皇帝親赤 封刺封的話 像你看媽祖關公都是那個皇帝親赤 所以那個神明位階會越來越高 所以那時候講說 嘉慶軍由台灣的時候 他經過明雄那個雙扶山的時候 看到那個山那個下坡地方 他說這座山真的不錯 看得很像一個比價 對不對 可是嘉慶突然間脫口又講了一句話 他說 正比價是出天子 對不對 那道比價就出大事 這個大事的話 本來是講說 我可能一個官員很有名 或者是名士什麼東西出來 哪知道他講完這句話的時候 突然間從人群裡面跑出一個富人 手戴金環腳戴金拙的人 就跑出來刺腳 他跑出來就跪在那個那個 嘉慶軍前面說 感謝太子金口 因為那個時候嘉慶軍還沒有當皇帝 就是說感謝太子爺軍口 感謝嘉慶軍 為什麼 他出來這個就大事爺跑出來說 你就太子受風了 我當然要頂風嘛 對不對 所以他就有一個關階 政治關階在這個地方 好啦 那很多還有另外一個傳說 就是包括說 大事爺他曾經化身一個白髮老翁吃雞針 這個傳說是比較好笑的 為什麼 有一年就是因為大水 那很多人其實每年那個普渡輪泡的時候 那個附近很多縣市鄉村的那個 很多人都聚集要來民雄這邊要鋪圖 你知道嗎 其實一直到一九八零年代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嘉義 嘉義城隍廟跟那個民雄普渡的話 普渡到什麼體股 你看他那個所有的辦桌有沒有 流水時 辦 整個天 整個個月 因為你知道說過吹吃到過賣 你知道嗎 就是這樣 而且你知道他一個月 可以吃掉一條中山高速公路 哇 吃掉一條中山高 所以你就知道嘉義 所以當年那個說普渡的話 那個盛況多工錢 你知道好 那那一年有一年就是我沒辦法 因為駕大魚 我沒有辦法去現場普渡 到民雄普渡之後 他們就在西邊就擺了暗頭 所謂美酒美食就擺在那邊 等到那個香落到第三落的時候 突然間有個白髮老翁跑出來 白髮老翁也是很 他說我一關東西吃 他們想說老虎人可能也吃不多 那個葡萄應該大師也不會生氣 好 你吃 你吃 哪知道這個老虎人 他不僅不僅很薄 他還會吃東西 你知道嗎 整套好菜 青草的都知道 你把他推下去 你知道嗎 那所有人看著臉都綠了嘛 正當他生氣的時候 突然天上就化身一個大事爺的形象 在天上 而且對著下面的那個老百姓 就在笑 微笑 可是他們看到大師也嚇到 對不對 一回頭 剛才吃的那一桌貢桌 什麼全部東西都復原 你知道嗎 都完好如初 那可是後來清典之後發現說 那東西不是都回來了 只有一行沒去 那叫雞賤 所以後來人家就有一個傳聞 就說原來大師也要吃雞賤 所以要拜拜大師也的話 拜託帶個雞賤去拜一下 好啦 那另外一個故事就是說 你看我們講說神威顯赫 在臺灣很多的就是二次大戰期間 因為美軍轟炸 常常都有砲彈對不對 我們不是常常講說臺灣 我我曾經做過田野調查就知道說臺灣大概有三十三間廟宇都寫到說二戰的時候那個媽祖接砲彈 包括鎮南宮什麼鳳山 那這個大師也他也接過砲彈 你知道嗎二次大戰 而且他還有時間 你看那個地方 那個現場你看 他弄得清清楚楚 他告訴你一九一九十五年有沒有 二月十四號下午一點鐘 就是有一顆砲彈掉下來之後那個碎片崩出來 可是那些碎片 你看就插在他的那個重糧上面有沒有 對 你看那砲彈這麼大隻 插在那裡 你知道嗎 那個就是人家講說大師也顯赫 為什麼 因為當初這個大師也沒有 裡面躲了很多很多的民眾 竟然那個砲彈插在糧上之後 沒有一個民眾在裡面躲的話受傷 所以他就告訴說大師也真的很興奮 他幫人家撥了這些砲彈 把他撥走 所以才沒有一些事情 那我們講說這個大師也傳說的話 說實在話以後我還是建議人家說 你要參加什麼普渡活動 或萬聖節活動的話 那依照台灣的那個信仰民習俗的話 身上帶一個護身符或平安符的話 去參加那個活動 可能可能可能會保你平安